哈囉大家好,我是純陽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簡單來說就是收入插圖和音樂的重要精華 先從外盒開始看齊吧 13位主角陣容 背面貼心附上聲優名單 美術書收入13位主角的視覺以及機兵的造型圖 香草的美術真的是無話可說 音樂原聲帶正面和背面的插圖同時也是遊戲主題的插圖 收入10首歌曲都是在遊戲中會聽見的經典樂曲 數位特點有兩組原創PS4主題以及13位主角個人造型 兩組主題都是有音樂的 最後是遊戲片啦 收入遊戲序章 對,你沒聽錯 就只有序章 大約3小時的體驗內容 在這短暫的時間體驗這13位主角群的故事開端 每位角色10-20分鐘不等 是每個人的閱讀速度2D 序章以AB入文字類型呈現 沒有任何的戰鬥系統 專注的體驗劇情 享受香草美術所帶來的視覺饗宴 搭配上音樂和聲優配音 精緻度非常高 2D動態非常流暢 充滿謎團的劇情 無疑不讓我感到驚嘆 相反的,不喜歡文字類型的玩家 或許會覺得這是一部沉悶的遊戲 當然,這僅是序章的內容 也許遊戲發售後續內容 也會有動作的要素也說不定 故事內容非常有意思 13位角色交會出崩壞的日常 不明機器人的入侵 時空穿越 會說話的嗎? 你瘋子 你不會說話的嗎? 複製體 我現在怎麼變成了嗎? 師傅 應該是別人 各種非日常元素 充滿各式謎團 浮現敘事 最後交集在一起 很期待後續的發展 也很佩服香草舌 如此龐大 又錯綜複雜的主題 也難怪會一再延期 序章結束之餘 仍讓我一有未盡 非常期待正式版來臨 不後悔買了這部僅有序章的遊戲 美術書和音樂原生蛋相當值得做收藏 售價790 我覺得很值得 全部角色體驗完後 會出現一個問號的彩蛋 沒有明說是什麼 影像中也完全看不出和13機兵有任何關聯 沒意外應該是新作PV 我只想說 先把正式版做出來啦 我是水羊 喜歡今天的開箱嗎? 不論喜不喜歡 留個言告訴我吧 那我們下部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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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下部見面 有些穢物 有些穢物 沒受到 有些穢物 那些穢物 有些穢物 增加 有些穢物